中庄 外国 天守 大臣 安静 坚强 全身 一遍一地 上山山海 舍海阶寂寂 我的心放开 在你唱歌 好有失败 一生失败 长大地迷彩 捍卫过路险大海 人生不再是空白 我的血会赌上色彩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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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争 回向青春不留白 青春不留白 Hey guys 我是范正琪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陆佳云 欢迎收看举光原地 This is my better half 在我身旁就是我的太太 我们竟然可以一起搭档 主持全国军都在收视的节目 举光原地 真是太酷了 It's amazing 对呀 正琪 之前跟我提到要主持节目这件事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的不可适应 我应该是第一位以眷属身份主持举光原地的吧 是啊 以前都是只有专业主播才能站在这里 节目走向官兵 现在更走向眷属 象征举光原地是属于大家的 举光原地节目有历史传承的故事 有官兵爱果爱民的事迹 更有发人省思的单元剧 非常值得大家一同收视 举光原地也伴随着我军旅生涯所有的时光 映然已经是从军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 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 一起加油吧 Let us make great effort together 好的 徐婉莉 等一下是不是应该要先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呢 That's right 佳云 你正内行 Let's take a look at our defense and international news 请收看新闻剪影 空军罗尚化少校宫殿典礼 日前于空军制航基地举行 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 由国防部长邱国正陪同 前往台东清班包养令 致计及慰问遗暑 表彰罗少校对国家客进职守的牺牲与奉献 场面张眼肃木 总统表示 国家安全必须要国军来守护 所以希望官兵弟兄姐妹 务必把被伤化为力量 继续坚守岗位 不仅是为了保卫国家 也是延续罗少校守护国家的精神与信念 部长也率国军高阶干部 一同向罗少校临前献花致计 表达国军失去优秀干部的不舍 典礼中空军司令熊上将 为故罗少华中尉追尽少校 追班忠勇勋章 表彰烈士为国尽忠的英勇事迹 并在赴旗荣典中覆盖中华民国国旗 以表殊荣 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日前在高雄港区 举办海军新型两棲船务运输舰命名祭下水典礼 由蔡英文总统主持 邀请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 国防部长邱国正 参谋总长黄曙光上将 海军司令刘上将 及中科院院长张忠诚陪同出席 并进行命名及执平仪式 总统表示 玉山军舰是海军第一艘万顿级两棲运输舰 也是依据国防战训需求而设计建造 是国舰国造的另一里程碑 相信由玉山军舰的加入 能强化海军执行任务能力 让国防力量更加坚实 总统进一步表示 在海军历史上 也有曾以玉山命名的军舰 此舰再次命名玉山 初代表传承 也代表国军不怕挑战 克服万难的精神 也需要军民同心 一棒接一棒传承 参谋总长黄曙光上将 日前主持国防部副参谋总长 新职介绍 以及后勤参谋次长 训练参谋次长任职不达交接典礼 总长代表部长邱国正 颁受新任副参谋总长 梅中将四等保顶勋章 并肯定梅副总长 担任海军副司令期间 绩效优异 其免同仁在梅副总长的指导下 持续推展国军战备整备等各项工作 后勤参谋次长 由黄中将屡任新职 原让后勤参谋次长蒋中将 颁受四等云回勋章 总长表示 后勤是国军基本也是关键的战力 唯有后勤维持妥善 战力自然持续增长 而国军整体后勤政策 是长远的规划 必须持续不断精进 未来要能够结合三军后勤资讯系统 在资源共享 修能整合的情况下 使三军后勤更为健全稳定 训练参谋次长 由李少将屡任新职 总长齐许训次是同仁 提任肩负重要使命职责 为国军奠定稳固的基础 精进反制能力 进而提升三军整体联合战力 针对未来可能的突发状况 或是应急作战中敌人的攻台模式 结合三军部队的力量 发挥国军整体战力 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上将 日前协同军人 志友社理事长李东良 前往台铁太鲁阁号 意外中罹难的官兵临前上乡 致继并慰问家属 了解他们的生活及丧意等需求 希望他们能保重节哀 尽早走出伤痛 此外历历市长也特别前往陆军 五次工兵群进军委问 转达社会各界 对官兵遵循政府抗旱政策 扩大投入轻余工作 表达肯定与感谢 让官兵感受到社会支持 国军的力量 国防部日前举办国军 110年度军法纪专案巡回宣教 由总督察长刘中将主持 北部地区三军部队主官 管及各级士官督导长与慧 透过实际案例宣导 强化与会人员从法实务观念 共同维护军域 会议中国防部总督察长室 政战局法律司 人次事及后次事等单位 提出专题报告 各级优单位代表 也逐一分享在基层部队 推展军风际教育的实际执行方式与心得 希望各级干部落实贯彻 共同维护国军尊严形象与荣誉 第五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移队竞赛中部地区出赛 日前由空军副司令正中将主持 中区出赛既由嘉义女中等22所中部地区学校参赛 参赛队伍发挥创意巧思的操枪手法 获得在场民众肯定 经过一番激烈较劲后 由嘉义女中夺冠 仁德一尊与台中女中分获亚军与季军 取得晋级决赛资格 此外为了提供民众国军人才招募相关资讯 会场周边设置许多人才招募互动体验摊位 介绍单位特色与任务属性及社团活动介绍 使学子们深入了解军中的生活形态与文化 提供旧学与旧业的多元选择 国际消息 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 即将在今年7月23号登场 然而根据日本共同社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有39.2%的民众希望奥运取消 另外有32.8%的人希望延期 日美预测 日本政府对疫情进一步扩大强化警戒的原因 再于入未来被迫第三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话 将会对东京奥运与帕运造成严重影响 俄罗斯大城圣彼得堡 有一栋180年历史的建筑 在当地时间12号发生大火 浓浓黑烟直冲天际 火势迅速蔓延至6个楼层 整栋建筑几乎都无法倖免 受到强风影响或是控制不易 有一名消防员救灾室罹难 民众至少两人受伤 起火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这栋建筑建于19世纪 当年是一座纺织工厂 近期则改为商业中心 不但是古迹 也是当地的知名地标 中正玉校110学年度高中部招考讯息 招考对象 民国92年1月1号至96年12月31号 出生至14岁至18岁男性 符合本校招生简章锁定报考资格者 报名日期及体检测验资讯 请至国军人才招募中心网页 或中正玉校官方网站下载招生简章参阅 上万问题请洽 07-741-4188 转5503 刘少校